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來玩我們的KOF All Star 一樣是用Q的號 今天要來玩的是97大蛇三人組 因為這次的免費拿紙卡可以拿兩隻 很多人都還在考慮 那我就把這三隻的角色再重新Review一次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他們的核心技能還有我的一些想法 然後在各實戰演練一場 OK 那就來吧 97的剛好這次都可以抽啊 這次就這五隻嘛 大蛇三人組 瘋八 瘋娜 然後另外就是加路卡爾跟那個古力查理度 那瘋娜那個Q一直沒有嗎 那就等到時候換出來再來玩玩看好了 瘋娜我比較少拿 少玩啦 我以前也有抽到過 小號 好 那就來吧 我們就依序來看好了 先看七加色 雪魯咪 然後克里斯 那我當初給這三隻的評價是優先是雪魯咪 七加色 克里斯 那現在還是一樣 如果你要這三隻選的話 選出一個先後順序的話 我目前還是這樣的排序啦 那先來看這個七加色 七加色的話 他現在可以用那個三氣卡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死侍任務的三氣卡 有沒有 這邊可以裝備 我先把他裝備過來好了 大蛇可以用 演示一下 之後再把他換回來 七加色的話 他是盾角嗎 盾角的話 我們在打那個排名賽的時候可以上 因為一些新手的話 他們一定會 首先新手不會有鐵拳封尖人吧 我也沒有 然後我也沒有那個蘿莉城 然後阿修已經過了嘛 都是盾角 然後現在頂多只有那個 複製靈 複製靈的話還可以啦 我現在盾角的話 我就上複製靈 就可以一打三啦 因為我都打那個最簡單的 我不會打那個太瘋狂的 難度太難 因為我只要取得三勝就可以領那些獎勵 好 來看一下吧 他的隊長技很爛啦 不用看了 因為是針對他自己 他是回血角嘛 所以他的隊長技是針對他自己 加HP啊 然後又可以回血啊 然後主動支援的傷害量可以增加啊什麼的 待會就讓他自己當隊長來測試 核心的話 我們直接看組核心吧 組核心就有兩個 一個是使用主動進展時被攻擊 受到傷害回復25% 就是他在投擲別人的時候 有時候被小兵偷打的時候可以回復啦 但是只有回復受到傷害的25% 被攻擊死 比如說人家打他100滴血他可以回25滴血吧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很爛 很爛 那這個HP70%以下他就會回復能量 14% 然後 70%以下馬上回復14%是不是 回復量啦 回復量 不是回...是...回復增加量 抱歉少了增加 回復增加量 然後每三秒回復HP1.4% 這個跟大蛇一樣 大蛇也是有類似戰功 但是是每秒嘛 他是每三秒 比較差一點 技能的話就三個都是投石技 三個都是投石技 有一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 遇到霸體角之後會很尷尬 很不好打 真的 你如果在那個... 在那個...你有玩過他會有那種感覺吧 但是如果你打一些MPCBoss的話 你可以把一些Boss給無限... 無限連段吧 投到死為止吧 一直摔啊 因為他的... 技能2是把敵人抓起來左右左右摔嘛 很花時間 然後他三個技能時間都還不錯啊 10秒11秒 OK 那第一招是跳起來抓頭往前摔嘛 防轉弓吧 防轉弓 第二招是... 多100%的傷害 然後第三招是... 霸體衝過去摔人 然後這個霸體是沒有秒數的 也就是說他在衝的過程... 都會有霸體 然後增加防禦率 所以打MPC或打什麼起手應該是321啊 321吧 大概是321 你要123也行 因為這三隻都是321或123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考量 或是... 當那個... 當時的... 判斷反應 然後他也是有霸體HP回復的 但是這個跟那個什麼... 四魂啊 還有那個... 史詩任務的那個... 七加色跟柴州比起來就很弱了啦 很弱了 才3秒而已嘛 很低 因為後來都是4.5秒或5秒了 然後回復的HP也是12% 13% 14%之類的 他的打手就已經沒那麼優秀了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那... 緣份的貨啊 稍微看一下啊 跟97的話是0.5秒 -CD 通常是跟自己 這三隻通常都是跟自己 跟自己97的版本 來看學魯咪吧 學魯咪的綠屬性對長技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攻45 爆 是6% 但是他會有兩個debuff 一個是少HP 一個是少HP 一個是少HP回復量 如果你的隊員沒有HP回復量的一些核心技能的話 應該是還好 可以拿他來當綠屬性的那個隊長 還不錯 核心的話...直接看吧 免疫暈眩 很厲害 免疫暈眩 很刻暈眩角 然後敵人的尿茶會被解除 4% 然後可以疊他 敵人的攻擊力會被疊到減少這樣子 大概減20%吧 5成嘛 超必殺的話... 解除攻擊減疫的效果 攻擊減疫效果應該是他自己吧 感覺啦 有點忘記了 當時的測試有點忘記 那這邊就是他的那個暗黑雷光拳 暗黑雷光拳不是 會電很多下嗎 每電一下就可以 多暈 多暈那個秒數 所以說可以暈超久 來看他的技能 他技能很可怕喔 技能真的很可怕 兩個負面嘛 電傷負面 30% 35% 一個7秒 一個5秒 那秒數的話 10秒 10秒 11秒 也很不錯 他的CD算很不錯 因為這三隻都buff過了啦 都buff過 上修過了 那有沒有 第一招是有機率暈敵人1.2秒 那第二招是破防 然後有50%暈敵人2秒 就是說 你防禦的話 還是會被暈啊 那第三招也是 還防禦的時候 第一人無法翻滾 所以你可以123也可以321 我覺得啦 看你在123 321都可以 因為第二招是有點追蹤的 那第一招是 往前一個近距的一個坡 那第三招是霸體啊 好大概是這樣 緣分的話也是跟自己吧 0.5秒 我們快速帶過啦 來看克里斯 克里斯是三隻裡面 我覺得最不好用的吧 黃屬性30% HP15 OK 然後暴擊4% 暴擊率4% 這個可以當黃屬性隊長 沒有問題 核心的話 這邊 疊自己的攻擊力 然後暴擊的時候 可以把灼傷傷害2倍解除 就這樣而已 那技能的話 他有一招無視防守 技能2 但是CD比較久 13秒 11 13 12.6 第一招是昇龍啦 有灼傷傷害 那第二招就是一個氣功 然後無視防守 也是有灼傷傷害 那技能3的話就是一個霸體3秒 然後敵人無法防滾 跟那個血弩蜜一樣 血弩蜜技能3也是霸體3秒 然後敵人無法防滾 包含防守 所以你可以3起手啦 321 理論上也是321啦 但是你要123也OK 因為這幾隻都還蠻好接的 我印象中 那就來吧 直接演示一下 我就不打那個 1P1 1P1只有才中能打 比較不好演示 然後 西加射一樣 Bug 不能動 然後大蛇一樣是 一樣是會放那個超必殺 比較麻煩 不然來打一下97大蛇 好久沒打97大蛇 好久沒打97大蛇喔 我們選擇難度最難的 然後選擇故事 不能挑 好久沒打這個了喔 專家 專家難度 然後幫他吃一點 應該還夠吧 還夠 然後七加射 自己當隊長吧 然後 派他自己 然後的話 給他用減CD卡好了 好 來打一場97大蛇 把97大蛇連到10吧 應該是可以連到10 很久沒打了 3216好了 3216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 我不知道 接不到啦 以前可以接得到 以前可以無限接 現在角落好像沒辦法接 有沒有 以前接得到說 他可能改掉了吧 試試試看這一招 這招我也還沒用過 哇把人家踩在地板啊 這麼兇 哇他破防 我怕接不到 我就312看看 果然312可以 我剛剛321不行嗎 我就改312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改312啦 接不到的話 以前我記得321是可以接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321突然不能接啊 我再試一場 反正這個很好打啊 一開始會那麼亂心 我那個自動沒關 我們就不要去打那個 死侍真文那個 誰啊 瘋娜 那我用321看看 那接不到 我再來抓一下時間 我再來抓一下時間 趕快掉下來當然怎麼樣 不行 好吧那你就改312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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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他腳都好像不行 他腳都好像不行 就是如果你用氣加射的話 可以把這隻97大蛇給 直接連到死 我們剛好試出來嘛 312 這個 但是你要小心他 放出那個 無限霸體 讓他放出來了 無限霸體之後你就會很尷尬 無限霸體你就沒辦法抓他啦 這就是 這隻7加射的問題 OK 那我們把他用那個雪魯咪 一樣打他好了 這個沒關係我直接換一下 然後他的那個 卡片的話就用很隨性嘛 應該說還沒換啦 因為沒有那麼多 減CD卡可以用 那我就把7加射換過去好了 我待會再把他換回來 欸這邊有兩張沒用耶 欸有可能是我之前沒換嗎 有可能 有時候換著換著就忘記耶 好來吧 嗯 可以321也可以123 也可以123 CB好像比較吃緊 不好打不好打 啊123 啊123咧 不行是123啦 然後偷打了幾下普攻 好暈眩了 我那個氣功是追蹤的 有沒有發現傷害很可怕 所以說雪魯咪跟7加射的比較的話 因為我有電傷嗎 我技能一二都有電傷 然後又有暈眩 所以會打很快 那你選了這隻雪魯咪之後 你以後打那個千賀的那個巨大化超難復本的話 應該就可以輕鬆過 好 好的我再打一場 呃 打NPC的話 我覺得建議你123啦 比較安全一點 氣功騎手比較安全一點 那你跟人家PVP你就要自己去練了 PVP我就沒有太深入的研究 這個可以墊墊他好幾秒 就可以一直中他 好放下這個 命運之死 哇 他弱雷這麼強 很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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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之死 好來用那個克里斯 一樣我換一下 克里斯他的那個技能可以被他普攻中斷 所以你 在玩這隻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我記得是這樣 以前 那一樣我把那個雪魯咪的 換過來 OK 來吧 321看看 先321 不行再123 應該是321啦 沒意外的話 他還是屬於會 滑到敵人後面去 然後他的大招我覺得不太好用 就這樣不太好用 然後弄完之後就整個僵直吧 剛剛他是我的普攻喔 他是可以接普攻的 吃掉了 他還有感覺比較不好用齁 他有感覺吧 來我再一場 就沒什麼 好像感覺要傷害沒傷害的感覺 他的兩倍卓傷返回 那也有可能是我不熟啊 因為我很少玩 很少玩克里斯 畢竟這三隻都沒有無敵啊 因為他的氣功實在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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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必須一直靠補弓打 然後比較不能把敵人給T.C 好我死了 好難啊 克里斯過不了 因為我也沒有用克里斯打過他 總覺得他過不了 有沒有沒辦法打正面 不像7加射無限連斷或是雪魯蜜傷害那麼可怕 而且雪魯蜜有暈眩嘛 大招暈 技能一二也能暈 很OP 所以PVP的話 克里斯比較弱一點 OK那大概就這樣吧 這三隻的演示結果 你們再考慮一下 那我的優先順序還是 雪魯蜜七加射和克里斯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要七隻選兩隻的話 我自己還是露卡爾跟雪魯蜜 大概是這樣 那有網友跟我說那個露卡爾的技能二是可以破防的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打那個MPC我沒辦法判斷說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破防 沒辦法很仔細的觀察 那如果你們常打PVP的人可能可以知道吧 那他是給我留言說這個巨人壓殺 可以破防 雖然他是攻擊型的技能嘛 他不是投資技也不是掌風 那他是說可以破防 那這是網友說的啦 因為我也自己沒有實際測試 或許在你們在打PVP的時候可以靠這招來破 破地人防禦 氣功過去嘛 他擋住我你就衝過去 巨人壓殺他也行 我不知道喔 他是這樣給我留言 他應該是有在巴哈給我留言 但是我巴哈很少會去看 然後他就跑來我的頻道留言 然後我好像還沒回他 但是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的留言我還是都會看 那如果比較忙的話就沒辦法回覆他這樣 謝謝謝謝他的提醒 可能以前也有人提醒我啊 因為他字面上沒有寫破防啊 有些招式就是這樣 那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破防 只能從實戰中去體驗 去體會 好的那這一期就玩了 九七大蛇三人竹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就先這樣吧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OF再見 大家掰掰 достаточно 我們下期歡迎大家 好可樂 我們下期歡迎大家 我們下期待 他們高興 あっ 他們下期待 オ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